下面請各位做練習 這有個線路 巴巴巴巴講這樣 他說R1是1Ω R2 R3是另外兩個 然後有兩個安培計 上面那個安培計 在那個I1和安培計算的就是 I1的電流 另外一個旁邊一個A0 一個A0就是那個放在最右邊那個 那個叫做所謂總電流 所以總電流是3安培 I0 3安培 通過那個R1 1Ω的呢是1安培 然後開始問R2電流 AB電位差 R2跟R3的電阻各有多少 我們通常都會 假設我們放的安培計 輻射機跟導線都沒有電阻 都不會消耗能量 這樣會把題目簡化 OK嗎?思考一下 R2的電流 你怎麼去求R2電流 如果你要求R2電流 如果要帶公式V2IR R2I分4V 你需要知道電阻 你還需要知道 你要知道電阻 還需要知道電壓 才會知道電流 問題是有電阻嗎? 有電壓嗎? 那如果沒有的話你要怎麼處理 不行的時候 R等I分之一不能用的時候 找誰要? 找病聯跟串聯要 找病聯公司跟串聯公司要 應該是相加還是應該相等 該怎麼處理 OK? 請問你R2的電流有多少? 停車站接問 R2電流 21號 對31 你早上沒有問到對不對? 早上沒問題 兩安培請坐 答案叫做兩安培 横三角而已 你如果要帶R給I分之一 基本上是不行的 為什麼不行啊? 因為你沒有電壓 電壓可以電壓 你有電壓嗎? 沒有啊 最後三安 總電壓 你有沒有電阻 也沒有啊 就很困難啊 但是呢 你可以有一個病聯串聯公式 就是那個R1跟R2合合的總電流 總電流有啊 就是三安培啊 然後呢 上面的電流是一安培啊 所以呢就是這樣子啊 加起來等於總電流啊 各自都知道啊 所以來就兩安培啊 我剛跟你講過了 如果R等二分之一找不到 就找誰要? 找病聯公司跟串聯公司要 好解決 下面請問你AB的電位差 那AB的電位差就是那個R3的電位差 就是電阻上的電位差 那問題是你沒有R3的 你有R3的電阻嗎? 沒有 那你用R給I分之一就有點困難啊 那怎麼辦? 你唯一能夠完全知道就是R1 你知道R1的電子是優母 你知道R1的電流是一安培 你有辦法知道R1的電壓是多少 那這樣能夠幫你解決那個R3的電壓嗎? 可以幫你解決R3的電壓嗎? 可以有病聯串聯公司幫你解決嗎? 停車站接問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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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嗎?1,你說1嗎?請說,你說1 因為那電壓串聯的公式,並聯的電壓加上R3的電壓就是總電壓 就是AB加上BC是3 那我要求是AB,那我找BC好了 BC就是什麼?BC的電壓就是病聯的總電壓 就等於那個R1的電壓,就等於R2的電壓 那我用R1的電壓算,為什麼我用它算? 因為它我什麼都知道,我電流也知道 戴進去V的IRR的I分之V,算出來的電壓是1伏特 所以R1的電壓是1伏特,也就是整個病聯的電壓是1伏特 然後這個1伏特加上R3等於全部的電壓3伏特 所以加起來要3,1加不知道等於3,所以不知道叫做2伏特 所以要用2伏特 你覺得要用所謂的總,總很麻煩,因為R2也不知道,R3也不知道 總不出來 總不出來 OK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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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嗎? 長安是問過 長安我就算了 二三 長安問過 長安誰 誰 二三 問過 三二 長安沒問過 好醜喔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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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要用R2的電子 要用R2的電壓 用R2的電流 然後呢 剛才已經算出來了 那個 剛才已經算出來過 然後呢 是剛才算出來過的 到裡面看 答案就0.5 答案就0.5 那R3 現在 剛才經過剛才的計算 很多次都知道了 你的解決方法 就可以很多種了 就可以很多種方法可以解決了 因為你大部分條件都知道 大部分條件都曉得 你的解決方法都很多種 你可以這樣算可以量算 你看你喜歡怎麼算 喜歡你喜歡怎麼算 2號 女生 2號 2號 5號 5號問過 5號問過 3號 3號 3號問過 沒有 多少 3號 你不要再做這個 壞事的動作 很煩耶 多少 3分之2 3分之2 剛才其實都已經解決過了 R3DI 2伏特 R3DI 總電流3安培 現在公式3分之2 就解決了 最後是我們的練習食物 也是一樣 請你算電壓 算電流 公式就是V等IR R等I分之V 如果不能用 有困難 最早B聯跟串聯公式一樣 就是我們的解決方法 OK